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彼此也相仿就是什么呢?爱人如己 但是我们的爱人如己会不会指在嘴巴上呢? 就像夫妻间的关系一样 说出一句我爱你并不困难 但是要每天用爱相处彼此尾声包容对方却很不容易 平常要说我好爱你也不困难 但是当对方生病甚至个性很软弱 很让你不舒服的时候 你需要去照料他 需要无怨无悔的时候 却很困难 用嘴巴说出我爱你并不困难 但要用行动来表达却不容易 同样的用嘴唇说我相信并不困难 但是没有行为信心就是死的 雅各接着用亚伯拉罕和妓女喇合的例子 来回应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 当亚伯拉罕信神代表着他百分之百相信 他相信神所说的话 他相信神所做的决定 所以当神让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照样去做了 当拉罕接待了以色列的使者 放他们走在别的路离开耶利哥城 在约束亚带兵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他们就用诸红线绳绑在窗户上 最后他和他的全家就都得了救 不管是亚伯拉罕还是拉罕 他们的相信都带出了行动 这样的行动证明了他们的信心是活的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 在动物园里面有一只骆驼宝宝问妈妈说 妈妈妈妈妈 那为什么我们的睫毛这么长呢 妈妈妈又很骄傲的说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不会陷在沙漠里呀 最后骆驼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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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上帝创造他们 让他们可以在沙漠当中来生存 上帝也给我们好多 让我们在现在的世代当中 可以活得很丰富 不管是物质上的 属灵上的 我们都是富足的人 但是我们愿意拿出来分享吗 或者我们是像故事中的骆驼一样 白白浪费了神给我们的一切呢 我们愿意相信上帝的供应 而把金钱奉献出来吗 我们愿意相信上帝的掌权 而把时间分别出来吗 甚至是和人的关系 也愿意奉献给神吗 雅各说 没有行为的信心 就好比没有灵魂的身体 光有躯壳却没有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不要搞错了 得救在于信心 不在乎行为 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 但是得救之后的信心 必然会有行为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要向你祈求 好多时候我们都口口声声说 我们相信 可是我们好像动也动不出来 活也活不出来 求恩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今天有跨出去的那一步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开始行动出来 如果我们想到谁 我们想要去关心的 我们今天就付出行动 如果我们今天想到谁 他软弱需要扶持 我们今天就付出行动 如果我们今天想到教会有聚会 接下来这一个礼拜 这一个月 我们都付出行动 我们要一起用行动来证明 主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是活的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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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